火箭季前三首战打孟菲斯灰熊、安东尼、克里斯、麦恰威等新元相继亮相 尤其是身批一号火箭首秀的麦恰威 替不出战20分中6中午 把球11中九狂砍19分3篮板2助攻 球场正负值是佳琪 此战麦恰威成为哈登保罗之后火箭第三个分点 他和哥登升的火箭替补席 今日麦恰威迎来火箭主场风险中心首秀 全场替补登场29分钟 又是12中七高效 砍下15分5助攻五篮板 这效率真特么太高了 尤其是麦恰威这一季奔袭全场格头对手 直接点燃火箭替补席 麦恰威接球后就已把目标锁定篮筐 本以为会看到麦恰威四分位常传助攻队友 起量麦恰威持球加速奔袭全场 来到三分线一步 稍度调整直接迎着步行日2米08利夫 上演单手格扣对手 你看场边的火箭替补席 瞬间炸锅了 哈登站起来高举双手 塔克则是怒吼一声 其他队友也是第一时间站起来狂欢一番 最大佬的一位必须是安东尼 头戴白色发带坐着替补席 笑得真甜 火箭整个替补席也就只有盛灰花一人坐着不动 坐着看热闹进行大老风范 看着麦恰威的表现 不得不说火箭今下见到宝了 要知道麦恰威年薪只有176万美金而已 这状态绝对是火箭替补席 不可或缺的的分点